現在時間7點42分 我們非常難得的這麼早起床要幹嘛呢 就是要帶大家來吃遍新竹的早餐店 然後我們今天精選了四家 然後有幾家其實我們是耳聞很有名 但我們其實都沒有吃 可能我比較耳聞吧 因為畢竟妳還有住在新竹 有幾間真的是我連聽都沒聽過 真的假的 反正就是我們要帶大家來新竹吃早餐 然後我也很期待看看今天會吃到什麼很厲害的早餐呢 GO 第一家就在對面 整片雞排蛋包 我們來看看有多整片 就是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我說是整片 就是整片 欸 好香耶 但因為它真的太大片了啦 所以他把它就是弄成一半 然後塞到這個漢堡裡 大家好 我是雞排小姐 嚇一跳 嚇一跳 妳有沒有嚇一跳 這個漢堡 它的肉非常的嫩 而且呢 它是沒有油耗味的那種雞排 那裡面呢 它還有加小黃瓜 然後有蛋 那外面的麵包就是跟一般早餐店的麵包差不多 整體來說蠻好吃的喔 什麼時候妳會選擇吃這個漢堡 顧小孩的時候吧 壓力很大 我自己 解壓輸壓的那一個 對啊 接下來要喝的是草莓拌蜜汁 來喝看看 草莓呢 草莓在哪裡 這好不像草莓拌蜜汁喔 這很不像草莓拌蜜汁 我現在還是我還沒醒 我也覺得醒了嗎 Wake up 它喝起來很像某一種 類似像豆奶的東西 但是呢 豆奶裡面又有 一點點奇妙的香味 可是它不是草莓 對不是草莓 那個甜甜香香的味道 到底是什麼 我好想要知道 好想要知道 想不起來 有人知道可以留言跟我講 我真的 想不起來那個甜甜的味道是什麼 第二家 我們來到的是 無名早餐 對它有饅頭的部分呢 有兩個味道可以選 一個就是原味的白色 另外一個就是 紫色芋頭口味的 開動 加油一口 嗯 好好吃喔 真的假的 我先說為什麼我覺得很好吃 是因為我覺得它的味道 是屬於重口味的 因為它的肉是有先醃過的再去煎 然後這個蛋呢 它不是只是荷包蛋 它是蔥蛋 所以它本身也是有 加鹽巴或是醬之類的 下去調味過 所以整個吃起來就是 很有那個味道 就是一早還沒醒的時候 我就吃到這個會很開心耶 這是我喜歡的 而且重點是 滿滿的胡椒粉 因為我很喜歡胡椒的香味 然後它的饅頭的芋頭味道 非常的重 就是你是可以吃到很明顯的 芋頭香味 因為怕頭乾不點了一個紅茶 因為它這個顏色有一種古早味紅茶的那種色澤 不錯 古早味嗎 對 古早味 它會有一點炭焦味嗎 好喝 對啊 我覺得很好喝耶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古早味 果不其然 這一間 大家可以跟我們一樣買這樣的set 一杯冰紅茶 然後跟一個它的招牌肉排饅頭 記得要跟老闆說你要紫色的 如果你喜歡芋頭的話 這間是我們兩個高中跟大學 畢業之後都有來過的 對啊 我們以前在新竹的宵夜好選 什麼的回憶 一個冰豆漿 一個油條 鹹豆漿 這什麼 這應該要多少錢你知道嗎 一定有很多朋友 就是不知道什麼是鹹豆漿 怎麼可能 真的 你身為台灣人不知道鹹豆漿 他們會想說鹹豆漿是可以吃的嘛 因為他們的想法裡面就是這種 想到甜的豆漿 我知道 因為以前就是這樣 對 因為我以前就是覺得 蛤 怎麼可能有這種東西 好 來跟大家講一下 鹹豆漿基本上就是豆漿 然後會加油條 然後呢 你會看到有一些這種 這個 就是菜脯 然後還會有蔥啊 然後它會把一些調味都加在裡面之後 你就是把它攪開來 你就是把它攪開來 它基本上就很像在喝一碗鹹的湯 可是呢它是豆漿 朋友你一點都沒有變 我覺得它最好喝的就是它會有一個酸味 然後會讓你非常的開胃 對 然後再加上因為它沒有加肉鬆 對 我喜歡加肉鬆 我是最喜歡鹹豆漿裡面有那個菜脯 因為我覺得菜脯吃起來 就是會讓那個口感更有那個 很豐富的感覺 因為我就是一個喜歡 就是有一點這種口味的人 好 加了這個醬油之後 幹嘛 怎麼了 沒有人在家好不好吃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吃喔 請吃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很新鮮嗎 怎麼樣 請問你是在吃生魚片是不是 怎麼樣 你站的不夠多 怎麼樣 怎麼樣 要整隻都落去喔 這樣很知道都會到我味 唉唷 要到哪裡 妳可不可以喊停 我有點緊張 好 1 2 3 可以可以可以 太多了吧 確定 我覺得它們好搭喔 因為我想像中 因為我沒有這樣吃過 原本它只是油條 但它沾了豆漿之後 就變成豆漿的油條 不是 但我要講的重點是 它很像一個 豆漿口味的油條 廢話 沒有 這跟廢話不一樣 廢話不一樣 我們要來去吃非常有名的 薯泥蛋餅 GO 薯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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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準備吃這個薯泥蛋餅囉 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剖面 很厚耶 是滿滿的流沙的薯泥的感覺 對 它就給它塞好塞滿 那個蛋餅皮 就是我喜歡的那種脆脆恰恰的蛋餅皮 然後裡面的那個馬鈴薯啊 它有用黑胡椒粉下去調味 對 所以黑胡椒的香味非常的足夠 先生我覺得女生吃這一個 就是超飽吧 搞不好吃完兩塊就飽了 它每一個每一塊都超級 對啊 你看 就是薯泥 就是稱泥 用薯泥來稱泥這一個早餐 這個set我們還點了 杏仁豆漿 因為我本人就是很喜歡杏仁的 所以剛剛看到它有杏仁豆漿 我就會有點好奇它的味道 喝空了嗎咧 它的杏仁豆漿是 有渣渣的那一種 就不是那麼濃郁的杏仁茶 它是淡淡的杏仁味 不錯 滿清爽的 但是渣渣的部分就是要小心 因為有可能會嗆得到 好渣喔 就是整坨的渣渣 如果你遇到爛男人 就給它喝這個 太渣了 你這個很渣 你這個渣到不行的渣 好喝 終於吃完了 這四家 今天吃了這四家 你心目中第一名是哪一家 用懷疑就是要辦給它 這個 肉排饅頭蛋 我現在都還沒吃完 我們等一下會把它吃完 因為今天要吃得太多了 為什麼要辦給它呢 因為我覺得它不管是饅頭 還是肉排還是蛋 都處理得非常的好 就是調味都很好吃 然後我本身又是一個喜歡饅頭的人 所以我就會覺得 它比我預期中的還要好吃很多 然後再加上呢 我們就是意外點的這個紅茶 也很好喝 所以整個搭配起來就覺得 嘖 我覺得很滿足欸 就是如果說今天早上 你的第一堂課 是運動課的話 你就可以吃這個 而且重點是因為我們這樣 搭起來吃起來很好吃 你整個心情就很好 剛剛那畫面也太驚人了 怎麼樣 鴿子也認同我們 鴿子也認同我們 鴿子都不會過 這些鴿們 這好可怕 但是其實我有個特別講 想要頒法 就是我想要頒給來來豆漿的油條 搭配甜豆漿的人 因為我心裡面就是會覺得油條就是油膩 對 然後那麼長的東西 我大概吃了兩三口 我就不想吃了 所以我從來也不會想去點油條 但是剛剛那一個油條是 完全是可以用清爽兩個字 可以 我真的蠻推薦大家可以 試試看來來豆漿的油條搭配甜豆漿 我們是點冰的對不對 冰的啊 還想說 是不是要搭熱 沒有今天太熱了 但我覺得搭冰豆漿其實很好吃欸 對啊 那如果大家有吃過新竹 其他間我們沒有介紹到 你也覺得很不錯的早餐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們訂閱分享一下 那如果你願意的話 可以自己試試看一天吃五到六份早餐 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 啊我先說啦 超級包 對 好啦那我們下次一天見了 掰掰 剛剛看他的那個賣的項目 就是無名早餐比較多 賣的項目 賣的項目 好了你還沒醒 我以為是不項目是什麼 無名項目 欸不如我們年齡了啦 雖然小孩一定不知道什麼是無名項目